突发肺签的病患者的肺功能会随着时间慢慢衰退 病患者会觉得呼吸越来越困难 会走下气喘 有些严重的病患者甚至会有缺氧的情况 去到缺氧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走两步路都会呼吸困难 甚至需要在家里用一些氧气甚至呼吸机去帮助呼吸 也有些严重的病患者会因为这个病死亡 医生会怎样去诊断突发肺签 当然会根据这个病的病征 例如长期肝咳和气喘 医生会和他做肺功能的测试 这个可以看到肺功能和正常的人相差多远 肺功能的影响有多大 通常都会继续做一个高解像的电脑掃描 CT scan 肺部电脑掃描 这个掃描就会清楚点可以看到肺纤维化的程度 去到哪里和范围有多大 有些病人如果是电脑掃描或病症都不明显 可能要进一步做一些肺部活组织去检验 通常要用一些外规镜或空腔镜的手术 去拿肺部组织出来去断症 如果这么不幸患患了突发肺签 当然要及早去看医生做一个正确的诊断 现在在香港市面上 亦都有一些可以针对 这个医折突发肺签的药物 例如这种叫尼达尼布 这些口服的药物 可以减低肺功能衰退的速度 亦都可以减低肺部硬化的速度 尼达尼布是一种口服的药物 通常每天早晚吃一粒 如果是吃了之后效果好的话 就要长期服用了 大致上的副作用都很轻 有些病人吃了会有一些 好像肠围的副作用 例如有些是吐舌 有些作闷、呕吐 但大部分病人都可以继续服用 现在这个医治特发肺签的药物 已经是立入了医管局的安全网 的资助范围之内 如果是自费的病人 病人可以参加香港刊见疾病联盟发起的 特发肺签爱心送暖用药计划 病人可以选购了自己指定数量的药物之后 继续可以免费用这个药物 亦可以有预算地去及早接受这个治疗 总体来说 特发肺签虽然是一个罕见的疾病 但如果可以及早诊断 用这些抗签埋法药物去医治 对病人的帮助力是很大的 希望有病征的病人可以及早诊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